拜见父皇 拜见皇祖母 啊 玄儿来了 快入座吧 玄儿 咱那一段时间不见 消瘦了如此多 你可要仔细着身体啊 多谢皇祖母关心 风玄亭凉薄的视线 呼的朝和宁皇后这里看了过来 和宁皇后手一颤 手中的茶杯竟是直接滑落 掉了下来 皇后 怎么了 啊 臣妾一时手滑 没有拿住茶杯 还请皇上恕罪 继续吧 皇后娘娘 您且宽心吧 你说什么 奴才的意思是 您先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由皇上受益的 天塌下来 由皇上给您顶着呢 谁 是何人在此装神弄鬼 皇后娘娘 是皇后娘娘吗 你是 皇后娘娘 我是昭雪 昭雪终于见到您 求您救救我吧 什么 圣昭雪 大胆 竟敢冒仇玄王妃 该当何罪 小顺子 你去杀了她 皇后娘娘 我可都是听了你的吩咐 你怎么能杀我 你如今想杀我 是想保全你自己吗 小顺子 你还愣着做什么 匕首在离圣昭雪只有几公分时 呼的被一颗碎小的狮子弹开了 黑幕里 一道身影缓步地走来 灵溪 灵巢 将人带走 本王没管好府里的人 让皇后受惊了 宣庭 圣昭雪好歹是圣相府的前进 你怎的敢如此折磨她 既然是进了本王府的人 那么是生是死就都有本王做主 皇后你说对吗 你 还要多谢皇后 穿夺父皇将她送入本王府中 让本王无趣的生活里添了些许乐趣 宣庭 你究竟想做什么 本宫好歹是异国之后 你再不惜本宫 也该尊敬本宫才是 封玄庭听罢 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笑意 冷峻淡漠的目光 扫了眼皇后之后 转身往黑幕里走去 何宁皇后看着封玄庭的背影 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彻底被击垮 晕了过去 皇后娘娘 没有人注意到 封玄庭的衣袖里呼得飞出了一只细小到微不可见的飞虫 钻入了何宁皇后的耳朵里 至此之后 何宁皇后大病了一场 只要她一闭上眼 便会无穷无尽的作恶梦 让她一刻不得安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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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